就原装的最好 何况有孩子 再后妈再怎么好 也没有亲妈好 这无庸置疑 多想想你们好的事情 对方做过什么 令你感动的事 好吧 我希望你们俩和好 外人能够理解 你是幸运的 外人不能够理解 你也未必是不幸运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是最重要 抓紧时间复婚吧 台上这两位 被老师们一致劝和的 是一对 已经离婚一年多的 东北夫妻 如今丈夫小刘 求助到节目组 想通过老师们的帮助 挽回妻子 但妻子小李 对复婚这件事 犹豫不决 那么两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会不会因为 老师们的劝阻 而选择复婚 这一切 还要从两人相识之处 开始说起 我俩刚出对象的时候 他家就非常困难 我父母就 想问他身体淡薄 而且家庭条件又不好 他那身体将来要中地 没有体格根本不行 所以你跟着他 将来得遭罪 男生小刘39岁 女生小李36岁 从相识之出 小李的母亲 就不同意这门亲事 做父母的 都想自己的子女 能过上 丰衣足时美满幸福的生活 但面对这样一个 瘦小如柴 家庭条件又不好的男生 小李的母亲 再三劝阻女儿 不要往火坑里跳 但深爱男友的小李 不顾母亲反对 结果还是跟小刘结婚生子 这日子 一过就是12年 如今女儿都已经12岁 在这12年来 两人可谓是走过风走过雨 没少遭罪受苦 眼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但还是因为一些家庭矛盾 两人最终没能坚持住 选择了离婚 此时的小李 每当提起往事 都会感觉到心酸 因为那时候的小刘实在是太穷了 结婚才要了三万块钱 彩礼 她都拿不出来 实在没有 说拿一万也行吧 给我拿一万块钱 她去张了钱 张了结婚 最后就整了八千块钱 作为农村出生的小刘 家里的条件实在是惨不忍睹 面对一万块的 彩礼小刘都拿不出来 而对于小李来说 一万块的彩礼 已经是底线了 所以小李一气之下 在零下30度的冬天 徒步走到车站 坐车回到了娘家 而此时的大姐 看到妹妹回来 有些不解 于是为了了解情况 给小刘打去电话 这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 差两千块的彩礼 才发生了这件事 然而 好心的大姐 不忍心看着两个相爱的人 就因为这点钱不能结婚 所以自掏腰包 让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差两千块钱 她就不结婚 我大姐说 她出这么多年了 不能因为两千块钱 就不结婚 说你来吧 上我这来 我给你拿两千块钱 你们结婚吧 是我姐给拿的钱 我们结的婚 这就是说明 这个我大姐 是看我这个人行啊 我对你好啊 幸亏在大姐的帮助下 两人才能走到一起 这也说明 大姐对这个妹夫 印象不错 但婚后的生活 并不顺利 刚刚结婚三天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结婚三天 这矛盾就出来了 结婚三天 老婆婆就要改嫁 皇后说 妈因为啥呀 皇老太说啥呢 因为家里机会 说该给你六千块钱 这钱要不给你 这情况下 就得我去跟人过日子去 这没招了 我把钱拿出来 给还机会 这就说明你小心吗 为了帮婆婆还钱 小李自掏腰包 拿出六千块 把这是摆平 虽然小李心底有些埋怨 但因为是自己的婆婆 也不能说啥 就当是敬一份小心吧 不过从这件事当中 小李也有新发现 不光是婆婆欠下这六千元 其他外债家一起 还有三万多 这对一个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恰好这个时候 小李也身怀有孕 面对孩子即将到来 小李觉得这样的家庭 目前来看 根本就养不起孩子 所以思前想后 小李决定把孩子打掉 那么多机会 要孩子不跟着造罪吗 我就不想要这孩子 所以我就买了瓶药吃了 我先把孩子打下去得了 你吃什么药啊 打太药 不过这孩子命挺大的 没有打下去 实在打不下去没招 我就得为这孩子负责任 不行我就跟他干吧 那时候带孩子八个多月 我跟他上地去拔帮米去 不得不说 这个孩子命真大 注定就要做他们的女儿 既然孩子没打掉 那也只能接受现实 为了以后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再加上三万多块的外债 小李决定跟丈夫一起拼搏 这期间两口子种地 打工 脏活累活没少干 吃得苦受得最可想而至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年的打拼 把外债还完之后还有一些存款 于是小李决定 为了孩子 以后上学有发展 想在市里首付买套房 但因为还差点钱 没办法只能向大百哥求助 我们家里有十九亩多地 其中有他大哥六亩半 他和我妈一家六亩半 一共十九亩半地 我和孩子连地都没有 就这点地 完了他大哥是单身一个人 完了我先那个地一堆在一起卖了 就当我帮我们了 在东北农村基本都是靠地为生 小李想让大哥帮忙 用他那份地的租金 再加上丈夫和婆婆总共十九亩 把这些地外包三年 这些钱就可以在市里交首付买套房 但是大哥的做法让小李非常气愤 说啥都不帮这个忙 而此时小刘队这件事有着不同的看法 就因为这个我们总是吵 我是那平常自己能力 人家乐帮就帮你 不乐帮你 肥的也说 我就能跟他打下去去闹家 那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本分 小刘认为 虽然是哥们 但也都是各过各的 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 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跟人家闹 而小李却觉得作为大哥 就应该帮这个忙 所以两人在这件事上大吵一架 虽然大哥没帮忙 但后来房子还是如愿以偿地买了 现如今两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孩子也一天天长大 回想起当时住的土房 还有那些外债 两人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属实不容易 不过闹心的事情总是源源不断 而这次又是因为地的事闹得不愉快 那时候那个地把鞋子 这没卖三年 没用他帮 我也把房买了 行了 然后又到价个三年了 我现在把地再卖了 说谁卖地 谁养我老太太 我希望大哥没有家 就得我俩照顾老太太 从小李的口中不难听出 这次是因为养老的事 地该归谁的问题 小李觉得大哥一直是单身一人 根本没有能力养老 而自己和丈夫才是最佳人选 所以地也应该归属自己 但问题是 丈夫家族里所有人都偏向大哥 即便是不能养老 地也不能给别人 十九亩地的租金只能给大哥 这让小李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两口子经常为这件事吵架 但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 在所有人都偏向大哥的情况下 结果地的承包权还是给了大哥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小李更加气愤 后来完了 然后那个老太太又有病了 有病不是谁卖地 谁管老太太吗 我大哥给地卖了吗 完了他管老太 他给老太送医院去了 拿一千块钱交住院费了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我去之后了 到时因代步催交 催化交款的时候 他不交了 没拿不出来钱 没招了我得交啊 不能看老太不治啊 地的承包权给了大哥 如今老人有病了却不管 当初讲好的 谁要得谁养老 现在却又出而返而 反倒让小李拿钱 这对小李来说 实在是不公平 但小李也没说什么 为了给老人治病 二话不说 把余款交了 并且小李不但出了钱 就连照顾老人的责任 也都由他来承担 该做的也都做了 该孝敬的也孝敬了 但还是没得到老太太一句好话 甚至还嫌弃她 我那医院刺婚半个月 老太太是脑梗 必须得按摩 把老太太包拾 给按摩给洗脸 我去给洗脸 老太太说 你那手太喇叭了 我说妈 我这不跟你儿子 想不想的吗 我要啥也不干 我再也不能这么喇叭 小李的付出 不但没有回报 反而遭到婆婆嫌弃 一提起这件事 小李就忍不住地流下眼泪 没办法 委屈的小李 只能和丈夫诉苦 可丈夫不但不理解 反而对她拳脚相加 这更是让委屈的小李 雪上加霜 现在这条件过好了 我在外面的时候 累着苦日子跟你过了 过到今天 现在有点好转了 你动不动就打我 还一整离家走 要离婚 当初跟着丈夫过着苦日子 显如今日子过好了 却遭到这种待遇 难不成男人都一个样 稍有点实力就开始飘了 其实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小刘也有自己的苦衷 给我逼的 你知道吧 他始终就跟你俩要干上 你跟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我就是拿 这给我整个鸡眼了 我这还手了 你们俩是队友是吗 是的 那就不是他单打你是吧 不是 是你先打他 然后他还手 是的 但是男人守住 你怎么能打媳妇呢 是吧 其实 小李平时脾气暴躁 经常对丈夫动手打骂 属于刀子嘴斗俯心的那种 而小刘却是一个 不爱说话的老实人 对于妻子的打骂 都以忍让为主 不过什么事都有各度 对于妻子的家暴 小刘是被逼无奈 才还手 但话又说回来 作为一个男人 无论如何 对女人动手 都是不对的 那么视频看到这 大家都以为 小李是因为这件事离婚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接下来 小李说出了离婚的主要原因 这会因为家里 这会因为我妈妈 老太太这不是 这脑桿还离不开人 我心里把她接到市里来 还有照应 孩子也上学 我就在家就不去干去了 我就在家 伺候孩子和老人吧 给她接来吧 完了回家先去卖地去吧 这一说卖这地 我妈说啥呢 哎呀这地 谁你不能卖了 地得归我自己管了 我自己吃个小药 得那个小病我就自己够看了 我要是那什么 得大病的时候呢 你们凭心思 能给管我呢就管我 不管我就拉倒了 这次又是因为地的事 小李要把老人接到自己家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婆婆的一句话 彻底让她量了心 地谁都不给 只留给自己看病用 这让一直想要地的 小李绝望了 所以才和丈夫离了婚 由此可见 之前所说 关于地的问题 都是小李从中作梗 才发生的这些事 如果小李不打地的主意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说 小李也并非是等闲之辈 他也是别有用心 只不过是自己 做了该做的 却得不到该有的 才让小李的心理 产生了不平衡 这也是两人 离婚的主要原因 而对于小刘来说 妻子要地的行为 让他感到不满 本来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和大哥争地 才导致了两人 产生了这些矛盾 这对于小刘来说 也是件头疼的事 不过现在两人 已经离婚一年多 为了孩子 有个完整的家 小刘还是希望妻子 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不要再去为了争地 而闹得不愉快 安安稳稳地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才是小刘想要的 那么是已至此 老师们对此 又有何看法呢 就原装的最好 何况有孩子 再后妈再怎么好 也没有亲妈好 这无庸置疑 多想想你们好的事情 对方做过什么 令你感动的事 好吧 我希望你们俩和好 其实真正一个人的忍耐 是一个人的强大之数 你们俩错就错在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数 你把外边的那些事 撇开 正儿八经过自己的日子 因为你们心里很明白 对方都很好 对这个家庭也很好 对自己也很好 但为什么要为了 外界的那些 那些不相干 或者是那些不善良的人 对你们的误解 而导致你们本身 内部家庭的纷争呢 外人能够理解 你是幸运的 外人不能够理解 你也未必是不幸运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是最重要 老师们一致认为 两人不要因为别的因素 而导致自己的感情破裂 抛开那些不必要的纷争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何况你们俩是从苦日子 过到现在 如今生活好了 却因为外部因素闹离婚 这又是何苦呢 再者说 现在孩子都十二岁了 再过几年就已经长大成人了 难道就非要为了那点 不值得的利益而放弃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吗 虽然养老却不能得到 回报这件事 对于小李来说 确实不公平 但俗话说得好 人善人欺天不欺 人恶人怕天不怕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总而言之 做好自己就足够了 那么经过老师们的劝解 两人又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最终两人选择了复婚 此时的小李 也想明白了什么最重要 不再去为了那点利益 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对于小刘来说 这么多年 一直都爱着妻子 从始至终就没变过 本就不应该散的一对夫妻 如今经过老师们的帮助 终于重归于好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老婆 回来吧 老婆 回来吧 我知道你脾气不好 我可以让你 包容你 我不放心把你交给别人 我是爱你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